先吃這個 好吃 我吃了三個布甸和一杯橙汁 超級好吃 我吃過這個布甸和橙汁 在我面前你們看著自己穿T恤 寫著hoho van 很好玩 究竟有什麼好玩呢? 不如你們先介紹一下 我們hoho van 是一個流動的小米布 我們會在學校賣食給同學 因為我們學校暫時還沒有小米布 有幾個星期日我們自己回學校 來做那些營造 然後裡面怎麼清空了 就是有他的公公 幫忙拆椅 然後還有Gene Packer 他們幫助我們整塊地 我主要的角色就是去支持他們 還有有時候給他們一些意見 幫他們找一些資料 都會給他們去做的大部分 我們從計劃到現在 都是大概七個月左右 七個月前的十月 我們還是沒有東西 只有張紙在想我們要做些什麼 有了一個想法之後 其實我們都會定一些時間去實現 每一個月我們要達到什麼 才可以做項目 每一個月要達到什麼目標 才可以由今天 我覺得有這樣的教學意識其實挺好的 不用只駕駛在書本上去講解 一部車有什麼用 或者是它改裝了之後會怎樣 但如果小小小朋友有一個想法 說我想做快車的 但現在是一部而已 可能它做一下做一下有十部或者一百部 那它變成一盤很大的生意 其實有很大的發展 其實我們學習都很寬闊的 不只是學習知識上面的層面 甚至我們現在講的skills based 其實有一個skills叫design thinking 就是說設計思維 當你要做一件事的時候 你找到一個目標 怎樣通過和理心 找回問題的核心所在 一步一步將問題架構展現出來 再問從中去解決它 其實這個是二十一世紀 我們學生很需要裝備它 進入未來社會的一個能力 我們想要做一個好像Holo Fan Army 就是好像一個 軍隊 一個company 我們就有很多個Holo Fan 我們是Holo Fan